一个助理法医点了点头,林燕回过头来接着道,死者的肺,心机,肝组织切片,以及骨髓叶牙齿做一下龟枣检验,芳心面有难色,龟枣检验的话得送省厅去做,多久能出结果?大概两天左右吧。 林燕深吸了一口气,克制住自己骂人的冲动,就这么一个破龟枣检验,我大二的时候都能做了,你们还要送省厅去做,怎么不送中央呢? 不瞒您说,计真经费有限,人手也手,以前案子多的时候,就连遗体都会委托第三方机构解剖,倒不是做不了就是。 林燕眉头一挑,说到底就是钱的事呗。 好解决,我先去睡觉了,你们把这收拾干净吧。 他弄弄下巴,伸了个懒腰,趾高气扬地走了,三下五除二扔了沾有湿臭味道的衣物,林燕步入了淋浴间里,水温很凉, 水柱劈头盖脸浇下来的时候,林燕打了个哆嗦,一手扶着墙,慢慢调整着呼吸。 五分钟后,林燕擦着头发出来了,从储物柜里取出了昂贵的香水,不要钱一样往身上喷着,直到那一丝淡淡的腐蚀味,彻底被掩盖过去。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,从柜子里取出一盒口香糖,打开瓶带,到了两粒在掌心,却突然听到门口有一丝动静。 回过头去宋渔航,站在黑暗里静静看着他,更衣室里的光线昏暗。 林燕笑了笑,有事。 他把柜门和好,擦着头发往出去走,顺手把瓶子递给他,口香糖,提神醒脑,来两粒,宋渔航让路。 不了,我来问你解剖结果。 林燕顿住脚步,打了个呵欠。 大姐,麻烦你看看表几点了,公安机关就可以无休止让人加班了吗? 他说这话的时候,回过头来,卸了妆素颜轻力,肤色过分白皙, 因为熬夜的缘故,眼下一圈乌青。 宋渔航看了一下表,现在是凌晨五点半。 给你一个小时休息时间,六点半准时起来开会。 林燕脚下一滑,咬牙切齿。 请问您是人吗? 宋渔航皮笑肉不笑。 不是,林燕身表同意的点头。 我看也是。 你这种人怪不得三十多岁了,还是单身? 我看啊,你也别祸害我哥了。 自己单着吧,对大家都好。 单不单身,有什么关系? 两个人在一起,就很快了吗? 他轻轻摇头,似乎是不赞同这样的观点。 林燕下意识反驳,当然,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 起码会有人听自己说话。 虽然,说的也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罢了。 但林燕就是这样的人。 他怕寂寞,怕午夜醒来,一个人空荡荡的房间。 他怕梦到初南,更害怕梦不到她。 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听自己说无关紧要的事。 即使这个人只是爱他的身体或者他的钱,无所谓的。 反正他除了钱什么都给不起。 至于快乐,那是什么东西? 他从十八岁生日那天起,就没有发自内心的笑过了。 与人交往,醉际交浅延伸。 林燕回过神来自朝的一笑。 宋于航迂腐不堪,何必跟他说这些。 他迈不离去。 听见身后那人滴滴回了一句。 快不快乐,我不知道。 但一件事,如果不是热爱的话,是无法坚持长达十年以上的吧。 要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,更是无法做到极致。 我什么都不是。 但至少我是人民警察。 破案。 是我的职责。 林燕一审,不再理他。 销售的背影没入了冗长的走廊里。 这一番对话,任谁听来都是云里雾里的。 但两个聪明人说话无需多言。 林燕回到办公室,两颗糖已经被捏化了。 薄薄的糖一粘在手里。 触感十分不舒服。 林燕塞进嘴里,吞了好大一口矿泉水。 平躺在椅子上缓了一会儿。 掏出手机打电话。 喂。 我。 林燕。 要十台离心机。 嗯。 天亮后送到市公安局。 林总。 这时间太紧了。 林燕冷笑了一下。 送不过来下一季度的融资。 别别别。 林总有话好说。 林燕啪的一下挂了电话。 目光又垂落到桌上的口香糖瓶子。 他想了想,还是拿起来放进了抽屉。 一个小时之后。 会议室。 张金海适时开口。 打破了沉寂。 好了。 人都到齐了。 说案情吧。 死者丁血。 三十岁。 江城是一中英语老师。 于2008年5月14日晚8点。 到十点之间自行离家失踪。 十点二十三分的时候。 给丈夫孙向明发了一条短信。 内容如下。 打印出来的文字内容。 放大在了PPT上。 他话音刚落。 林燕撑着脑袋靠在椅子上。 昏昏欲睡。 打了个呵欠。 我们已经监控了死者名下的所有账户。 一旦有人取款。 附近派出所的兄弟们。 会立马赶过去。 宋云航点了点头。 再派人去江城市的各大旧货市场。 尤其是二手手机市场看看。 有可疑的立马带回来问话。 林燕伸了个懒腰。 仿佛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地。 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。 我说。 你们有没有想过。 莲花池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呢? 当然想过了。 不然我们派查监控干嘛。 一侦查员接话道。 林燕站了起来。 从裤兜里摸出一个U盘。 直接把电脑拿了过来插进去。 划了几下鼠标。 几张图片出现在了大屏幕上。 这是解剖的时候发现的。 死者又心事的血液非常稀释。 其血粘度。 比重。 血红蛋白量。 红细胞数都比左心低。 这在法医学上很不寻常。 因为在淡水里溺死的人。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指争的。 这样。 金海端了的茶杯。 一口水还没喝进去就全喷了出来。 什么意思? 也就是说它是在海水里溺死的。 江城市虽然是滨海省内。 最临海的一座城市。 但最近的海滨公园。 离市区也有200多公里路程。 按照孙向明的说法来看的话。 丁雪晚上八九点出门。 凌晨十一点到一点之间死亡。 这个时间根本不够跑一个来回。 就算凶手一路紧赶慢赶。 把死者溺死在海水里。 再狂飙回来抛尸。 万一高速公路上遇见茶车的。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? 送省庆做归枣检验吧。 如果能确定是在哪一片水域遇害的。 将会对我们的行政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。 无论什么时候宋于航说话,总是一本正经。 波澜不惊的。 送什么省庆啊? 我都能做。 灵验看看表。 我定的仪器应该快到了。 言下之意就是。 宋对。 要是破案的话。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呀。 宋于航面无表情。 当作没听见一般转过了脸。 那暂时就先这样。 兵分三路。 一组去调查二手市场。 二组去死者家里看看。 我去江城市役中了解一下情况。 江城市役中。 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。 灵验在心底默念了一遍。 然后伸出手。 我也去。 不是对破案不感兴趣吗? 宋于航偏头给自己系上安全带。 灵验也打开车门坐了上来。 他眼睛生得漂亮。 弯起唇角笑的时候。 没风上挑便有几分玩世不恭。 可是我对宋队感兴趣呀。 您去哪儿? 我就去哪儿。 宋于航挂挡党出发。 显然没把他的玩笑话放在心上。 哦。 我还以为灵法一直对钱和男人感兴趣呢? 灵验摇着脑袋。 明明出身豪门。 却偶然也会流露出市井街巷里的风流气。 飞也飞也。 我欣赏一切美的事物。 何时男士女无关。 车开出不远。 正值早高峰堵在了十字路口。 灵验撑着脑袋鼠红绿灯。 下意识说了一句。 左拐走长城路。 有条小道可以直接到江城市役中。 宋于航瞥了他一眼。 不动声色。 那条路去年接到改造的时候。 给封上了。 哦。 是吗? 他换了个姿势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一点。 微微合上了眼睛闭目仰神。 也因此错过了宋于航一闪而过的稀里眸光。 刚下早自习。 校园里一片生机勃勃。 正值盛夏。 阳光从香樟树间隙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 穿着蓝白相见校服的少年少女。 或并肩走在一起。 或站在走廊上背单词。 或者三三凉凉打打闹闹跑过他们身边。 中午吃什么? 校门口刚开了一家云南米线。 要不要去试试。 好啊好啊。 我要吃香辣味的。 一阵清凉的风涌过他身边。 他的肩膀被人撞了一下。 恍惚听见谁在耳边喊。 灵验。 他猛地回过头去。 以为能看见朝思慕念的人。 却看见宋于航站在走廊尽头。 一身普通的白衬衫。 袖口微微晚了起来。 露出白皙的手腕。 黑色西装裤、鼻挺。 阳光洒落在他身上。 轮廓分明。 这边。 那声略带亲密的。 灵验。 仿佛也只是他神思恍惚的错觉。 灵验定了定神。 抬脚跟上。 你好。 警察。 宋于航亮出警官证。 想找您了解一下丁雪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接待他们的是高三年级主任。 一个头发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。 听见这个名字就开始叹气。 带着他们在沙发上坐下了。 人挺好的。 虽然年轻。 但也算是我们一中的教学骨干了。 要是不出这档子时。 再熬两年,教学组长不出意外,就是他的。 前途无量啊。 宋于航继续问。 案发当天晚上。 也就是周五晚上八九点的时候。 死者的丈夫说,死者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。 说是有几个孩子打架斗殴。 需要他前去处理一下。 情况是否属实。 老年级主任戴上了老花镜。 翻着自己的手机。 然后给他们递过去。 属实。 属实。 电话就是我打的。 宋于航在纸上记下了通话时间。 九点十分。 共三十秒左右。 麻烦你把那天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。 男人坐在沙发上抿了一口茶水。 慢慢回忆了起来。 你们骗人。 不许胡说。 丁老师不是那样的人。 瘦弱的男孩子穿着脏兮兮的校服。 头发里的很短。 攥紧了拳头从地上爬起来。 一拳就冲着说话的人砸了过去。 对方人多势众。 他偷袭得手后,很快被人掀翻在了地下。 一帮人冲着他拳打脚踢。 男孩子用手护住了头。 咬着牙一声不吭。 直到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利贺。 你们在干什么? 快住手。 众人哄笑一声,如鸟受散。 丁雪跑过去把倒在地上的男孩子扶了起来。 没事吧。 他们又打你了。 不是上次刚叫过家长吗? 我去找。 丁老师。 少年叫住了他。 黑夜里眼眸漆黑。 隐约有水光。 擦去唇角的血迹,勉强笑了笑。 没事。 这么晚了还麻烦您跑一趟。 不麻烦。 你这孩子。 作为你的班主任。 保护你是应该的。 女人说着从兜里翻出纸巾递了过去。 想要扶她起来。 她仿佛下定决心一般抬起了头。 高中三年您带我极好。 如果不是您。 我可能就上不了学了。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工。 您说过我们是朋友。 那作为朋友的话。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。 她话音未落。 背后传来脚步声。 年级主任和副校长一起出现在了走廊里。 丁老师。 没事吧。 丁雪回过头去。 把男生从地上扶了起来。 没事。 那帮孩子又打人。 明天可得叫家长来学。 笑好好谈谈。 男生见有人来也肩默地闭了嘴。 谢谢老师。 那我回宿舍休息了。 好。 我送你吧。 丁雪见他走路仍是有些一瘸一拐的。 主动提议。 丁老师。 你这是怎么了? 副校长见他脸色也不怎么好。 额上有些薄汗。 灵口也是湿的。 出声问道。 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。 可以安排调休的。 这番话是出于上司对同事的关心。 不知怎跌。 丁雪的目光却闪躲了一下。 没事。 过来的时候有点下雨。 带了伞还是被淋湿了。 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折叠雨伞。 说完之后就捂着唇咳嗽了几声。 看上去倒真的像是着了凉的样子。 年级主任回过神来。 把茶杯放在了桌上。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情形。 我。 两个人异口同声。 灵念顿了顿。 你说。 宋于航街上。 我们能不能见一见那个孩子。 好。 没问题。 我打个电话去。 他似乎愣了一下。 起身去窗边打电话。 挂了电话走过来。 眉头却轻轻皱了起来。 代科老师说他今天没来上学。 请假了。 宋于航马上要了他的家庭地址。 年级主任去番花名册的见习。 灵念走到外面透气。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。 想抽不能抽。 如今倒是无所顾忌了。 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出来叼上。 啪的一下暗亮了打火机。 有胆子大的学生凑上来。 张嘴一口烟味。 姐姐。 也给我来一口呗。 他眼波轻轻一瞥。 油头粉面挂着个金链子。 校服拉链也没拉。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学生。 最重要的是。 那链子是纯金的。 灵念微微弯起唇角。 他瞥一眼他校服上的软胸牌。 神情带了点八卦。 十六班啊。 我听说最近死的那个女老师就是。 一说到这个。 男生夹着烟愣了一下。 猛的抽了一口。 就是我们班主任。 他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不妥。 猛的住了嘴。 狐一的目光上下打亮着灵念。 不对。 上课期间封闭式管理。 你是谁? 又是怎么进来的? 这小子还挺激进。 男生猛的一拍大腿。 哦。 我知道了。 你是记者。 最近好多人来我们学校采访。 可。 灵念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一下。 对对对。 我是记者。 他点头如捣算。 所以。 你知道什么八卦内情? 关于你们老师的。 他平时教好的都有哪些人啊? 闹过矛盾的同事都有谁啊? 和哪个学生关系特别不好或者特别好? 以及婚姻关系啊等等都可以告诉我。 他这谎言维持还不到一分钟。 上课铃声响了。 男生把烟三两口吸完摁在栏杆上。 转身往教室跑去。 灵念一跺脚。 这上课铃声响得真不是时候。 他话音未落。 只见那男生险些在教室门口。 撞到了来人身上。 匆匆稳住了身形赶紧鞠躬。 李老师好。 灵念的目光看过去。 被称作李老师的人。 穿黑色西装制服裙。 一眼看过去, 加了副无眶眼镜。 像极了影视剧里刻板的教师形象。 宋鱼航从办公室里推门而出。 走了。 灵大记者。 灵念冲着她的背影暗暗竖起了终止。 办公室。 女人怀里夹着客舰走了进来。 四十左右的年纪。 身材保持得依旧得体。 唇角含着淡淡的笑意。 在看见办公室有人的时候。 微微愣了一下。 正是灵念刚刚在走廊里。 看见的那位李老师。 女人这才回过神来。 主动走上前握手。 你好。 李诗平。 江城市役中副校长。 宋鱼航看着主动伸到自己面前的手。 也含笑握了上去。 市局刑侦支队副队长。 宋鱼航。 您好宋队。 这位是。 她的目光看过来。 因为常年教书育人的关系。 女人身上的气质有种说不出的温和儒雅。 法医灵验。 不过握手就算了吧。 常年摸尸体。 比较晦气。 灵验大喇喇说完。 李诗平脸色僵了僵。 却还是保持了微笑。 宋鱼航在那边了解情况。 问来问去都是那些。 她听得不耐烦便站起来打量着四周。 办公室不大。 木质桌椅。 真皮沙发。 她摸了摸桌面。 轻轻敲了敲。 货。 红木的。 旁边的书架上摆了几本书。 大部分都是教育类书籍。 少部分英文原著。 看起来很是高深的样子。 她随身抽出一本笑刊。 翻了翻。 李诗平的目光看过去。 她又迅速塞了回去。 接着去摸人家桌上的地球仪。 拨得咕噜咕噜的。 她似乎被吸引住了注意力。 乐此不疲。 其料一个用力过猛。 球体拍飞了出去。 落在宋鱼航脚边。 向来稳重的宋警官喉咙紧了紧。 她或许真的不该带灵验出来的。 抱歉。 抱歉。 你们继续。 她打着哈哈走过去捡起来。 把球体安在地球仪的底座上。 抬眸正好对着橱窗里的一张老照片。 那是一张叫职工合影。 死者丁雪站在右上角。 微笑着看着他们。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情形。 她说完顿了顿。 微微合了下眸子。 似在不忍。 怎么好好的救。 宋鱼航合上笔录。 谢谢您的配合。 后续若有需要,还请配合我们调查。 我们还想拜访一下贵校校长。 请问。 李时平端起茶水抿了一口。 抱歉啊。 葛校长现在不在江城市呢。 上周五的时候,就去省城出差开会去了。 等他回来,我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您。 宋鱼航起身。 好的。 那就不打扰了。 李时平也起身送客。 没关系。 配合警方的工作是我们的义务。 我本人也希望警方能尽快抓到凶手。 还我同事一个公道。 林彦率先出门,却又被人叫住了。 他顿住脚步,双手插在兜里看他。 什么事? 李时平犹豫再三。 还是说,毕竟同事一场,他还是我亲自招进来的人才。 我想知道,想知道他死得痛不痛苦是吧。 林彦换了个姿势,暴毙站着。 脸上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笑容。 宋鱼航已来不及阻止。 千奇百怪的死法里。 逆死应该是最难受的吧? 若是一刀致命那倒还好了。 可是偏偏要活着,感受每分每秒氧气,都会从肺里剥离的窒息感。 你会挣扎,你会痛苦,你会喊叫。 可是你一张嘴水就会灌得越多,你的手脚会逐渐没有力气。 你会下沉,最后再也扶不起来。 等你扶起来的时候,已经是几天后了。 你全身泛起了湿斑,身上的皮肤会脱落。 水里的微生物会啃食你的面部,你会变得面目全非。 口鼻眼里全是抱团繁殖的区。 越说越离谱,宋渝航猛地提高了声线。 灵验! 李诗平扶着门,旷脸色煞白。 灵验一贪手,无辜地眨眨眼。 是他让我说的。 我说错了吗? 宋警官。 他刻意咬中后几个字,分明是在挑衅。 宋渝航被他气得不轻。 李诗平缓过神来,勉强笑了笑。 没事,破案的事就有劳你们了。 早点破案,对我们江城市一中的声誉也有好处。 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,请尽管开口。 宋渝航点点头,生怕他再说出什么狂辈无礼的话。 扯着他的衣服,硬是把人半拖半拽着走了。 走到空旷处,灵验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 你干什么? 放手! 他抓得紧。 灵验猝不及防一甩,灵口的扣子崩落。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。 尤其是灵验。 皮肤白微微,一激动,眼角便泛红。 死盯着他,像不甘示弱的猛兽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? 我说什么,做什么要你管? 宋渝航本来气已消了大半。 听他提起这茬。 心头火起。 你知不知道,你刚刚那几句话,已经透露了案情细节。 任何情况之下,我们警方都应该对上在侦查阶段中的案情。 严格保密。 什么警方? 什么你们我们的? 你是你? 我是我? 少他妈把我和你们这帮酒囊饭袋掺和在一起。 你配吗? 你不配。 他说完,狠狠往地上淬了两口。 使劲把刚刚被宋渝航扯下去的衣领拽了回来。 那小半块圆润精致的尖头。 终是消失在了视线里。 论到泼妇骂街。 十个宋渝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 灵液满意地看着他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。 猴头上下滚动着。 双手紧握成了拳。 他想到出道市局的那天。 宋渝航的下满威。 唇角便轻轻浮起了嘲讽的笑意。 他似乎总是这种表情。 总之从来不会好好笑过。 灵液上前一步。 伸手一把他的衣领扯了下来。 咬牙切齿直直看进那双淡棕色的眼睛里去。 还有,别他妈再对我拉拉扯扯的。 否则,别以为你是女的,我就不会到你心骚扰了。 宋渝航的拳头握了又松开。 松开又握住。 他的呼吸因为急速调整着。 反而有些不闻起来。 他盯着他的眼睛。 那里面有自己的倒影。 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想什么了。 刚刚不小心扯开他衣服的时候。 肩窝处有一个形状古怪的纹身。 像是某种古老的文字。 又像是不知名的远古图腾。 他失神的功夫。 灵液已经放开了他。 退后一步。 语气变冷。 从现在开始。 你查你的。 我查我的。 我想请你别忘了。 从植物上来讲。 你我是平洁。 我灵液平生最讨厌的。 就是有人对我指手画脚。 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。 谁挡了我的路。 我就要谁不得好死。 不知为何。 他竟隐隐希望。 不会有对他说出这句话的一天。 灵液走后。 宋于航摊开掌心。 一枚小小的米色扣子。 已被捏得汗津津。 他本想扔掉。 但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吧。 越小的东西越能见微之助。 他还是拿卫生纸包了起来。 揣进了兜里。 我不是。 我没有。 我真的不知情。 我和他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。 坐在对面的人。 面对警察的询问还在死撑。 你们要是没有证据的话。 我可要告你们诽谤的。 宋于航从椅子上直起身。 示意郑成瑞把电脑屏幕转过去给他看。 从去年三月份开始。 你对丁雪实施了长达一年多的性骚扰。 包括但不限于口头。 葛校长。 您是有家事也是有脸面的人。 让贵夫人知道的话恐怕。 聊天记录上的文字乌言慧语不堪入目。 其中还有他发给丁雪挑逗他的色情照片。 在长达一年多的骚扰里。 因着他是上级的关系。 丁雪一直在处处忍让。 义正言辞拒绝过。 而这一切也让他恼羞成怒。 以至于5月14号当天晚上。 给丁雪发了一条消息。 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你会后悔的。 聊天记录触目惊心。 葛军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却还在强撑着。 拿帕子抹了抹额上的汗水。 不可能。 这一定是你们胡编乱造出来栽赃我的。 他话音刚落。 审讯室的门被人一把推了开来。 身后跟着几个阻拦的民警。 已是来不及阻止。 灵雁一巴掌把照片拍在了桌上。 那这个你怎么解释? 照片上的一男一女亲密地趴在一起。 女人似乎是喝醉了。 而男的郑拱起身子猥琐地去清他的脸。 葛军额上的冷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。 脸色清白相见。 咬了咬牙。 狠狠心打算来个敌死不认。 我想你最好明白。 你已被警方列为头号嫌疑人。 无论你再怎么狡辩。 我们总会找到证据将你绳之以法。 堂堂一笑之掌。 不会不知道。 即使领口供。 只要证据确凿也能定罪吧。 想想你的家庭。 你的父母。 你弟妻子。 你的孩子难道。 你要让他们为有一个杀人犯儿子。 丈夫父亲而蒙羞吗? 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。 坦白从宽。 抗拒从严。 你照实说我们会在节安报告里写明。 说不定到时候上了法庭。 还有争取减刑的机会。 子欲养而轻不带。 你要是在里面关一辈子。 说不定父母走的那天。 你连在床边静校的资格都没有。 你还是老师。 还是校长。 还是教学先锋。 就是这么为你的孩子。 你的学生做表率的。 听听。 这口才。 这思想工作做的。 灵验都心动了。 说到父母和孩子。 葛军神色终于有了些许波动。 宋于航留意到他在桌子底下。 紧张地抠着手。 添了最后一把火。 葛军正。 扎再三。 神色变幻。 还是说。 我没有杀他。 我真的没有杀他。 虽然我对他放过狠话要弄死他。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死。 不知道为何。 灵验下意识去看宋于航。 而他的目光也轻飘飘荡了过来。 对视的同时。 两个人同时挪开。 宋于航接着问话。 那5月14号当天晚上你在干嘛。 我真去。 在一屋子刑警的怒目而视下。 他声音越来越低。 借着出差之名去会情人了。 我真的没有杀他。 不信你们去查。 宋于航末得咬紧了下唇。 线索又断了。 而灵验靠在椅子上。 唇角泛起了意味不明的微笑。 见葛军这边审不出什么结果。 灵验唇角微微勾起一抹讽笑。 他伸手去把桌上的照片拿回来。 未料却被人一把按住了。 你从哪弄来的? 你管我的。 不是说了。 你查你的。 我查我的。 灵验欲抽走。 他微微使了点力气。 两个人僵持不下。 不符合程序的证据。 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 管他白猫黑猫。 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。 要不是我把证据放他眼前。 你能问出来。 灵验寸步不让。 与他针锋相对。 警方办案讲求过程更讲求结果。 少拿你们那一套来糊弄我。 我只是穿着这身衣服。 并不代表我认可你们的行事作风。 我早就说过了。 在我眼里。 你们。 他轻轻上前一步。 俯身在他耳边。 都是窝囊肺。 满意地看着那人胸腔上下起伏着。 不过瞬息。 他却又平静了下来。 既然这么讨厌我们。 为什么又要与我们为伍呢? 灵法医。 你不恶心吗? 他真的是太会戳中别人痛点了。 灵验咬牙切齿起来。 该恶心的是。 你们的无作为。 是你们的低效率。 是你们的无能。 不是我。 宋于航轻量地眸光看过来。 倒是不焦不燥。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。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警方呢? 灵验把手从那张照片上松开。 无可奉告。 够了。 他跟宋于航说的也太多了。 他转身欲走。 背后却传来他略带低沉的声音。 灵法医。 我有一句忠告。 灵验脚步顿了顿。 凡事不要见走偏锋。 否则只能自食其果。 下午五点多。 正是晚高峰。 接送孩子的车流。 在校门口排起了长队。 灵验在街边找了家咖啡馆坐下来。 视野正好。 宽阔的落地窗外隔着一条斑马线。 就是启明星幼儿园。 天色慢慢黑下来。 夕阳散去最后一缕余晖。 孩子们陆续都走完了。 老师也准备关校门了。 小孩子还趴在铁栅栏上。 往外眼巴巴地瞧着。 一个黑色的身影遮挡住了阳光。 男人手里拿着棒棒糖递给他。 小雅马。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。 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。 小孩子懵懂的眼睛看向他。 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糖。 咽了咽口水。 男人打开铁门。 打算把人抱出来的时候。 被人扯住了。 放下他。 你不是他爸爸的朋友。 他点了杯拿铁。 有一口没一口喝着。 随手翻着店里的书刊杂志。 灵艳的目光看过去。 唇角微勾起一丝弧度。 刚才真是麻烦你了。 要不是你的话。 这孩子今天可就危险了。 李师平怀里抱着丁牙。 冲他感激地笑笑。 小孩很乖地趴在他怀里。 倒是不怕声。 灵艳笑笑。 我也是路过。 刚好看见你们拉拉扯扯的。 顺手拔刀相助了。 看不出来。 灵法医也有那么好的身手。 这话倒是不假。 刚刚那个人贩子与他拉拉扯扯的。 都已经把丁牙拖到了路边的面包车上。 他怎么都拽不住。 灵艳也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。 手里拎着一根机械棍。 抄头就是一棒。 趁着歹徒吃痛的功夫。 顺势抢下了孩子。 这才得以脱险。 对方见识不好。 爬起来跳上车走了。 李时平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的。 不过到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。 只是脸色有些发白而已。 还算镇定。 防身罢了。 咔的一声。 机械棍又恢复到垫笔大小。 被他轻而易举收进了兜里。 李校长怎么来这边了? 我记得这里离一中还是有些距离吧。 哦。 我住这边来的。 正打算回家。 今天也是巧了。 还得多谢林法医帮我解围。 他话音未落。 远远的一个男人。 风尘扑扑地跑了过来。 呀呀。 呀呀。 没事吧。 说吧。 直接把人从李时平怀里抱了过来。 刚刚的动静有些大。 幼儿园老师保安都出来了。 我说你这家长怎么当的呀。 天天最后一个接孩子。 工作忙也不能忽略了孩子吧。 要不是两位好心人帮忙。 今天可就出大事了。 对不起。 对不起。 我下次一定注意。 一定注意。 孙向明冲着老师点头哈腰的。 眼神从李时平脸上一滑而过。 林彦看见他的喉头动了动。 然后转过来冲自己开口了。 今天的事麻烦林法医了。 不用。 举手之劳。 事情解决了。 我走了。 他冲二人挥挥手。 转身离去。 余光里李时平站在原地。 目送孙向明离去。 丁雅趴在爸爸肩膀上不说话。 眼角还挂着泪痕。 于是孙向明打开了自己手里拎着的袋子。 拿了一个小小的水族箱出来哄他。 你看。 爸爸给你买什么了。 你最喜欢的鲸鱼。 从家出来后。 宋于航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 报了地名便微微合上眸子闭目养神。 小姐。 蓝迪酒吧到了。 有几个小年轻站在店门口抽烟。 一见着他就凑了过来揽客。 小姐。 喝酒吗? 今日酒水特价八折。 宋于航从兜里掏出证件。 警察。 找一个叫周末的人。 几个人顿时一脸兴趣区区。 做这种生意的最怕警察上门。 晦气。 一个小年轻。 有气无力地推开店门。 周末。 有人找。 男生正在吧台里擦洗杯子。 猛的一抬头。 对上宋于航的眼神。 又把头埋下去干自己的活。 宋于航知道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。 走过去敲了敲吧台。 警察。 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 见着那证件。 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 丁老师的是吧。 不等宋于航开口。 他又道。 我不知情。 我想。 您可能问错人了。 当天晚上丁老师送我回宿舍之后。 我就一直在宿舍里休息。 社友和宿管都可以为我作证。 这小子还知道什么叫不在场证明。 宋于航不动声色。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是。 你杀了他。 何必这么激动。 我今天来只是想了解一下。 你平日和他关系如何。 或者他和哪些人走得特别近。 他话音刚落。 有客人叫道。 我的酒呢。 怎么还没上来。 周末端了托盘出去。 麻烦让让。 我还要工作呢。 宋于航伸手拦住他的去路。 示意他稍等片刻。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。 是谁杀了他吗? 男生脚步微顿。 片刻后,嘲讽般地笑了笑。 宋警官。 我今年还未满十八岁。 据我所知。 单独询问未成年人好像并不合法吧。 还挺聪明。 宋于航一正。 他已经端着托盘没入了人群里。 酒吧换了一首更激烈一点的舞曲。 灯光五颜六色谎的人眼睛都看不清楚。 再加上人来人往。 摩肩接踵。 宋于航跟着走了不远,就发现失去了目标。 他唇角微微勾起了一个有趣的微笑。 直到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他下意识就是准备一个过肩摔。 抓上男人手背。 触感软绵无骨。 一股清甜的香水味飘进鼻腔里。 灵艳贴着他耳朵。 也不知说了什么。 热气轻轻拂过后颈。 寡蹭出了点轻痒。 宋于航松开手。 退后一步站定。 你说什么? 灵艳手里端着一杯莫及托。 眼波带笑。 轻轻逆抬眼。 我说。 原来宋大警官也有失算的那一天。 宋于航铭警了下唇。 这一句倒是听清了。 你来这里干什么? 茶啊。 还能干吗? 我就说了。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吃你那一套了。 看古奶奶的。 灵艳把酒杯往他手里一塞。 风情万种地撩了一下头发。 又把一字间的连衣裙往下拉了拉。 挤出饱满的曲线。 不等他主动按铃。 立马就有适应声过来招呼他。 绿毛? 小姐。 喝点什么? 宋于航面吴表情转过脸。 你们这最贵的酒。 还有啊。 要你们这长得好看的小年轻出来陪我玩。 他撞四合醉了。 脚下不稳。 两瓶路一十三。 绿毛对身后的小年轻吩咐道。 又舔着脸去瞧他。 差点被他满身的大牌晃花了眼。 灵艳去搂他的脖子。 倒也不避讳。 眼神迷离。 舌头都屡不直。 我听说你们这有个叫周末的大帅哥。 姐有的是钱。 让他出来陪我喝酒。 这些都闺你。 绿毛的口水都差点掉下来。 但想了想。 神色有一瞬间的犹豫。 姐。 他今天不在。 要不让别人陪你喝酒。 照样体贴听话又懂事。 灵艳心思百转千回。 脸上勾出魅笑。 伸手把人拉了下来。 那行吧。 我看就不用别人了。 就你吧。 只要红姐姐开心。 之前那都是你的。 他眼波荡漾。 四在苦恼。 可惜了。 那个小弟弟不在。 姐姐还想包养他呢。 我呀。 就喜欢这种年夏小狼狗。 被他这一搂一抱。 绿毛骨头都酥了。 哪里还顾得上其他。 包养。 那小子最近可不缺钱。 灵艳躺在他腿上。 游着他喂了一口酒。 怎么说。 绿毛张嘴就来。 不知道那小子最近傍上了什么金主。 昨天还看他戴了一欧米茄的手表。 欧米茄这个品牌虽然比不上劳力士奢侈。 但对于学生来说。 也算是轻奢了。 宋渝航听得入神。 端起酒杯抿了一口。 突然觉得不对。 这不是灵艳刚喝过的吗? 他皱皱眉。 赶紧放了下来。 轻烈的酒香。 却停留在唇齿里。 回之不散了。 一行人放浪行骸。 一直喝到了深夜酒吧打烊。 灵艳也问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。 他余光网过去一瞥。 那个人还正惊微坐在椅子上。 面前的酒一口未动。 灵大小姐歪歪扭扭站起身。 扔下一叠钱在桌上。 得了。 酒也喝了。 玩也玩够了。 散了散了。 说吧。 转身欲走。 绿毛赶紧扶住了他。 对旁边几个人使了个眼色。 几个人一对视。 跟在他们身后往出去走。 宋渔航结账往出去走。 小姐您慢点啊。 车在这边呢。 灵艳脚步虚浮。 眼神迷离。 还不时弯下腰装难受。 小脸煞白。 一时半会儿。 连宋渔航也分不清他是真罪还是假罪。 只好跟着他们走。 眼看着面前开来的车却不是自己那辆。 灵艳在心底微微冷笑。 他娘的。 还想捡尸。 绿毛吩咐人打开了车门。 准备把人扶上去。 灵艳看似站立不稳。 搂住了他的腰。 实则右手如肤骨之躯般。 摸上了他的脊柱第三节。 这个部位只要受到重力击打。 非死即残。 未等他出手。 身上一清。 绿毛已经被人扯开了。 灵艳竟然还有些遗憾。 刚刚距离的右手。 又松散开来。 顺势搂住了他的侧腰。 把头靠在了来人的肩膀上。 亲爱的。 你来了。 我好难受。 带我回家。 好不好吗? 刻意娇嗲的声音。 肉麻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两个人同时一个机灵。 宋于航面无表情,低头看他。 对视的那一瞬间。 两个人各怀心思。 灵艳眨了眨无辜的眼睛。 搂得更紧了一些。 还小小攥着他的衣服。 把头埋在了他的胸前。 几个人见他坏事。 神色都有些不善起来。 其中一个仗着醉意冲了上来,想要抢人。 宋于航把他从左手换到右手揽着。 反手一个肘肌。 正中要害。 那人后退竖步,痛得直抽凉气。 妈的。 给我上。 几个人七手八脚冲了上来。 宋于航把灵艳往身后一推。 没回头低声道。 报警。 哎呀。 没带手机呢。 宋队不就是江城市数一数二的刑警吗? 还报什么警啊? 醉意从他脸上一扫而空。 灵艳站直了身子。 他恨不得手边有。 一盘瓜子。 再摆个马扎吃瓜看戏。 骑活了。 只见那小混混兜头就是一拳。 宋于航侧身躲过。 他格斗经验丰富。 当即就是一个扫堂腿,把人掀翻在地。 动作干净利落。 余光瞥见有人从背后偷袭。 他偏头躲了一下。 抓住那人胳膊,就是一个被摔。 有人抄着棒球棍冲上来。 宋于航以一敌多也不见惧色。 他打法迅猛。 稳扎稳打,又不失灵巧。 只见他一个膝。 撞直接把绿毛撞飞了出去。 又不让他顺势逃脱。 扯着他的手腕把人掰了回来。 绿毛疼得嗷嗷直叫。 凭着蛮力想要用脑袋撞开他。 宋于航直接一技勾拳。 把人打得鼻血飞溅。 他推着他往后退。 力气不比男行警逊色。 直接把人撞到了车上。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 直阵的绿毛头晕眼花。 宋于航反手一掰。 本就脱离的手腕。 握不住棒球棍掉了下来。 他抄起来扔了老远。 从兜里掏出手铐。 把人和车门拷了个结结实实。 看着滚落到自己脚下的棒球棍。 灵验笑不出来了。 打算开溜。